最近中国要求各航空公司将台湾改成中国台湾 不过美国联合航空出了其招来应应 国家地区改为用当地的币别来区分 直接将台湾改成新台币 在中国一中原则下 各大航空公司碍于市场压力 将台湾更名为中国台湾 不过美国联航有了应应的妙招 没将台湾改名为中国台湾 点进官方网站发现 原本国名台湾变成了新台币 点进网页就是国别的所在地 发现其他的国家 国家名称之后会加上当地的语言 唯独中国 香港 台湾 则是以使用的币别来区分 反而连中国的国民也被删除了 改成了人民币 学者表示这对台湾的消费者来说 权益不受影响 不过操作习惯上造成困扰 中国民航局4月发函给全球44家航空公司 要求修改台湾名称 态度强硬 给予30天的极限 因为还有20多家没有更改 中国再把极限延到7月25号 最后联合航空做出了修改 但就是不把台湾灌上中国 选择用货币来区分 虽然外交部表示 没有影响台湾的主体性 但还是会持续与航空公司沟通协调 取得一个折中 没有矮化我国主权的称谓 记者黄略张国梁台北报道 许多小时 我费用货币来区分导 我们的颂覧币来区分导 我费用货币来区分导 谢谢观看